彪哥 蜜哥 听说今天的金犯人强奸女儿不成功 还杀了女儿啊 就这样的事啊 还有人比我更坏 晚上有的玩儿了 坐过牢的朋友都知道 在监狱里也有所谓的鄙视链 最不受人待见的有三种犯人 他们因各种原因被其他犯人看不起导致地位低下 每天不是挨揍就是走在挨揍的路上 第一种犯人便是小偷 这种人往往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利益 形式鬼鬼祟祟 懦弱无能 碍于很多犯人都有过被盗经历 所以对小偷极度厌恶也在情理之中 而第二种囚徒是人贩子 他们不止在社会上名分极大 在监狱中同样不受待见 拐卖儿童的行为在雷哥看来千刀万剐也不过分 对待这种人只希望育友们能够加大力度 而第三种惹人厌的罪人则是强奸犯 因其行为破坏了社会伦理且深深伤害了女性 通常会被其他犯人瞧不起 这种罪行被视为卑鄙下流 尤其是针对幼女的恶徒更被认为是一种龌龊的存在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便是属于第三种 相比起普通强奸犯这位人凶更是重量级 竟对亲生女儿动了歪心思且将其残忍杀害 罪恶行尽让身为四大恶人之首的居哥和排名第二的傻镖也甘拜下风 这小子你给我好好招呼他 犯了什么事 听说他强奸亲生女儿不随 而且呢还把他杀死 这位禽兽般的恶徒叫做肥雪 从老实憨厚的面向来看似乎怎么也与最大恶计挂不上钩 入狱第一天经过安检来到牢房 肥雪刚进门就被众人怒目而视 虽然在社会上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 但身为江湖大佬的傻镖也看不起这位连女儿都不放过的人 愤怒之余带着一条狗上前开始质问肥雪 你这个混蛋 坏蛋我的见多了 没见过你这么坏的 自己的女儿也搞 搞不了还杀她 你还是个人吗 一旁居哥认为傻镖做事太过温柔 对待这种禽兽光是打骂显然不足以泄愤 随即让小弟拿绳子将塑料杯一个个串联起来 然后逼迫肥雪脱掉衣裤 再将绳子前端系在对方某个重要部位上 傻镖的宠物狗不懂其中缘由询问老大这招的学名 叫大头不掉掉小头 居哥一声令下肥雪被迫缓缓向前 由于杯子挂在地上产生摩擦 使得每次前进都举步为坚 不多时某个部位已经渗出血来 一旁大胡子生怕肥雪走得太过安逸一脚踩住杯子 这一停顿致使绳子拉扯 让肥雪疼得差点提前去见太难 而当他忍痛即将走完一圈之间 居哥一声坏笑又踩住绳子往后用力一撑 这一举动几乎让肥雪变成了东方教主 遭受完堪比满清十大酷刑的折磨后 肥雪方才醒悟自己来到了什么样的地界 想着要在此地待上三十年更是一阵绝望 这时他拿出与女儿的合照 上面两人笑得幸福灿烂 回忆其与女儿相处的日子肥雪这才心头意闷 但很快这种温暖又被哀伤取代 如果不是那一天的悲剧自己岂会落入这等炼狱 第二天操场上 犯人们按照惯例跑步训练 受人鄙视的肥雪没走几步就会遭到他人故意碰撞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也不愿过多纠缠 居哥见状也过来加入欺负肥雪的行列 一把将其撞到并让对方给自己接一杯茶水过来 肥雪忍气吞声端茶送到跟前 结果居哥一口不喝直接泼在他的脸上 接二连三遭到羞辱试问哪个普通人能够容忍 但种什么阴间什么果 纵使心中火气在大肥雪也不好发作 然而接下来居哥的举动却让这位老实人再也无法忍受 身为四大恶人之首的居哥这次可闯大火了 虽然憨厚的肥雪一向任人欺负 但女儿却是最后底线 见居哥敢拿女儿照片型龌龊之时 肥雪一怒之下咬坏牙刷捅路对方复过 一阵脚动差点将居哥的腰子都给弄了出来 突如其然的攻击让在座犯人都没想到 这些人都是表面狠辣实则贪生怕死 惊恐之鱼纷纷逃窜跑向大门 结果一人滑倒碰到铁门返江大门反锁 外面预警进不来只能呼叫开锁王 等待开锁的时间傻彪等人只能回头 他与居哥还算有点交集 上前劝解肥雪不要意气用事 否则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看出对方似有难言之意 傻彪又问肥雪是否真如传闻所言杀了亲生女儿 肥雪听后稍微冷静 表示一切悲剧的确由自己造成 随后开始讲述起了她的故事 十几年前肥雪与妻子结婚生子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不曾想中途染上黄赌败光家产妇了妻子 导致后者与她离婚带着女儿去到大陆老家 自此以后肥雪浪子回头做起了震惊声音 十年过去居然混成了小老板 有一天女儿小军忽然提着箱子找到了她 血脉相连妇女始终是妇女 而肥雪也经非稀比变得老实稳重 发誓定会好好照顾女儿以便弥补当年愧对的妻子 平时肥雪与干儿子阿文一同居住 如今多了一人 憨厚的阿文便将自己卧室让了出来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那时候你爸爸在孤儿院厨房工作 我经常去给他帮忙 就一直跟着他 之后的相处时间 肥雪特意找了机会向女儿道歉 声称自己没有尽到一位父亲该有的责任 而小娟则非常理解父亲表示原谅 看着女儿懂事的模样肥雪十分欣慰 属于她的幸福日子似乎就要到来 画面回到监狱 重犯人听得入了神 他们和肥雪一样曾做过错事 也想过浪子回头重新来过 带入自己的人生甚至有点感动 傻飙看到被挟持的居哥也落下眼泪 不禁感叹到身为大恶人的他居然也能感同身受 然而居哥的回答却让傻飙十分意外 同情戏 我是痛得流泪呀 那时候你就放过我吧 傻飙等人不再多说 让肥雪继续讲下去 而她的悲剧源头来自一次偷窥 一天晚上 阿文提前下班回家 偶然间瞥见了正在换衣服的小娟 阿文年过三十从未谈过恋爱 此等相样画面让她眼睛都看直了 这时小娟突然注意到了外面有人 等跑出去却只看到阿文一落的口袋 事后将遭遇说给父亲 肥雪一怒之下就要赶走阿文 但心善的小娟却帮阿文说起了好话 爸你别这么对他 给他一次机会吧 阿文约出小娟给其道歉 她和肥雪一样为人老实憨厚 所谓偷窥不过是正常男人犯的一次错误而已 善解人意的小娟明白对方的话 两人非但没有因为此事结怨反而生出莫名好感 而他们的小九九早被肥雪意识到 这不是挺好的 一个是你女儿 一个是你从小养大的干儿子 亲少家亲啊 肥雪默认了两位年轻人的关系 开始有意无意地给阿文放假以便多陪陪小娟 有了父亲的支持 小娟和阿文的感情慢慢升温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好景不长 临近幸福的三人开始走向悲剧的结尾 记住我说的话 女人最重要的是有钱留在身边 知道吗 男人靠不住的 别相信男人 小娟谨禁母亲教诲 坚信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只有将钱放在自己口袋才最重要 某天与男友阿文约会 女人试探性地问对方借一万块现金 没想到阿文想也没想便答应下来 看着机器屏幕上显示的数字 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的小娟眼神变得有些耐人寻味 事后趁着让男友修电灯的机会 她与其发生了不可告人的运动 阿文是个传统的男人 负责任的她随后向小娟求婚成功 两人结合也得到了父亲肥雪的祝福 可作为一个即将成为丈夫的男人 长期在父亲店里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 小娟询问阿文是否有自己出来做事的打算 后者表示这些年存了十几万 等钱够了便想出来自己开一间饭店 之后两人向肥雪提出了借钱一事 身为父亲肯定得为儿女着想 肥雪年过五旬也到了退休年纪 索性将自己店铺交给阿文管理 父亲的话让两位年轻人无比欣慰 他们接过老人一波卖力赚钱 有肥雪在一旁辅佐帮忙 店里的生意和往日一样红火 某天借着休假时间 小娟将阿文带到老家给母亲上香 顺便把未来女婿介绍给老人认识 接着小娟打算将之前借的一万块钱还给阿文 后者已都是夫妻不必见外为由拒绝 小娟听后非常开心 但想着男人一向花钱大手大脚 又不禁担心起来 阿文看出了爱人的心思随即说道 那好吧 我以后把钱都交给你 你替我保管吧 算你聪明了 我乖不乖 乖呀 回到家里 肥雪让阿文明天去将店里的产权 转移到她的名下 这样才算真正接过自己的生意 可在第二天吃饭的时候 小娟又建议阿文将店铺写在自己名下 说是父母离婚给她留下了阴影 到时候阿文甩掉自己好歹还能留下一间饭店 未向爱人表心意 老实的阿文答应了女人这个莫名的要求 不曾想自从饭店产权写在小娟名下后 女人便无故消失 而数天后一位自称是房产经纪的人 忽然过来告知阿文 这间店铺已被产权人卖掉 他们已经不能在这里做生意了 一看合同上写的小娟名字 阿文和肥雪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都被小娟骗了 女人的天真善良竟是伪装 下了这么久的棋就是为了骗钱 与此同时 拿着几百万现金的小娟出现在了附近一间酒店 欺骗了最亲之人的她现在内心忐忑不安 但回忆起病逝前痛苦不堪的母亲又马上心安理得 几天过去仍不见女儿回家 陷入绝望的肥雪拾起了多年不沾的酒杯 醉酒之后回到家中 里面不断冒出滚滚浓烟 竟是阿文受不了打击烧炭自尽 就在肥雪打完急救电话之际小娟忽然回家 肥雪见状火冒三丈 怒斥女儿为何欺骗她和阿文 小娟没有回答而是抱着阿文痛苦 看来女人对阿文的爱还是真心的 随后小娟起身回应父亲的话 女儿的话让肥雪无法回答 毕竟自己做错在先导致母女俩过了半辈子苦日子 内疚涌上心头只能默默低头离开 小娟看到父亲走后来到阿文身边不停道歉 结果这事肥雪突然迟刀再次走来 小娟的话让肥雪后悔不已 事后在警局得知女儿怀了身孕 看来这也是小娟回心转意的原因 犯下错事的肥雪被判三十年刑期算是罪有应得 她一来对不起亲女二来对不起阿文 本来可以浪子回头重新来过结果终究是因果报应 讲完故事的肥雪不愿手上再沾染无辜之人的血 转头将戾气对准自己 结果被狱警和一众犯人拦下 既然做错事就该用余生弥补而不是自尽草草了事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一切悲剧究竟由谁造成 是伪装善良的小娟还是自作自受的肥雪 亦会是小娟母亲的教育出了错 欢迎与我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